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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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里只有你 你生气我会心疼的 你先消消气 然后再去逻辑问题 把问题解释清楚 白誓是讲道理 如果真的心里没鬼 有什么好发的 知道如何把情侣间的争吵 伤害降到最低 这才是聪明的男人 解释是最辩解快速结束战斗的步骤 男生用消极回避的态度 不愿意再多一点耐心和包容 去用自己的理由 说服男友 男生用消极回避的态度 不愿意再用多一点耐心和包容 去用自己的理由 说服女友 也不愿意先低头 道个歉 朋友女朋友 给出一个冷冰冰的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归根结底不是情商敌 就是没那么爱你 懒得跟你费口舌 冬子晚上十二点给我打电话 说我一定要跟那个王八蛋分手 我觉得很无奈啊 就冬子男朋友那爷吃 在我们这些姐妹的眼里 早就判定为渣男爱了 只有冬子一次又一次 心软舍不得 一次又一次被伤害 这次又是因为啥呀 过年的时候 他在老家打游戏 认识了个姑娘 两个人视频聊天 那女生还说你在哪 我去找你吧 你怎么知道的 就聊天聊到了 他说自己拒绝了 这女生来找他 但是我还是很生气 就跟他发火了 他说就是随便聊个天 什么都没有 有什么好上纲上线的 我说这就是聊骚 他还不高兴了 说你要是这样想 我也没办法 然后就走了 同学们 这里要开始画终点了 不想当傻逼 一定要早点远离渣男 因为高段位的渣男 不仅做完破事 毫无感觉 还会给女朋友洗脑 就是普通的聊聊天 网上聊聊天怎么了 你是不是太小心眼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就别在意了呗 不要老抓着过去不撒手 人家压根不觉得自己揣着女朋友 跟别的女生 唧唧歪歪是不对的 人家觉得这就是男女之间 正常交往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明明是他自己错了 还要说的一副 你要让我解释 就是无力取闹 就是作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吃了一口屎 咽不下去 也脱不出来 对于这种惯性思维的男生 能做的 就是尽早离开 不要妄想自己跟别的女生不一样 要不要觉得别人 都是野化 自己才是真爱 妄想去转化他 二三十年来的 固有思维 我不能说他一定不会改变 但是我能保证 你一定会很痛苦 会伤痕累累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我问心无愧 一定是最问心有愧的解释 因为除了故作镇定和坚定 再也找不到其他理由 去反驳女友的猜忌了 但凡这句话说出口 不问也没有事 女朋友一定会多想的 那为什么还偏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恶化争吵伤害感情 大部分女生 都不是生性多疑 爱猜忌 是对方没给她们安全感 女孩子要的安全感很简单 男朋友能够遇见 问题就解决问题 不逃避 那么认谁 也不会一直没完没了的猜忌 信任是感情里最重要的东西 我如果误会你 你有很多办法 因为你说什么我都信 每个女生讨厌撒谎 和逃避 第一次你牵我的手 忽然就下雨了 那一天雨水尽是甜的 多雨也快乐 原来星星在你眼里 彩虹藏在你口袋里 你在窗前轻轻合起 花条路到我心里 数着眼前雨 静静靠着你 雨点满满的山河送走了 那叫我 云点满的山河送走了 唉过我那個你 那搅回我微笑的你 第一次放开你的手 忽然就天晴了 那一天雨水湿透明的 你被淹湿了 原来生命最初的星 白天月亮在天空里 我在窗前轻轻合起 我条路到明天去 竖着眼前雨 还想靠着你 雨点满满的山河 送走了那个夏季 竖着眼前雨 现在没有你 雨点满的山泪 送走了爱过我那个你 那家会我微笑的你 我数着点点雨滴 简单是美丽 昨天它是个屋檐 走出去只要勇敢 生不醒 出着眼前雨 还想靠着你 雨点满满的山河 送走了那个夏季 那家会我微笑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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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臣 大女儿 一些 经历 扇写 来 我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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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